第190集 只能自寻眉头 完全不可能陷害到自己 如果是想因经商对手 这么多铺子 他就能肯定 他想对付的人 一定会来绑自己吗 而且他把自己扔在这里就走了 也没有说要去骗自己 去代替凡人喂鸟 到底是有何用意啊 金飞瑶想来想去 都不知道音乐的意思 不过现在也懒得去找他 等这件事情完了 再去寻他的麻烦 到时候一定要让这家伙 大出血才行 竟然敢耍我 三日后 在尤云灵界的一层岛上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灵船 负责管理整个尤云灵界的 事物的修饰在登记 各家铺子送来的女子 这些女子大多数才十来岁 有些和金飞瑶差不多大 看起来二十来岁 大部分的人早已经知道 自己要去喂鸟 个个哭得是花容失色的 有些不听话的不肯上船 闹得要跑 被修士一巴掌抽到了船上 打得是眼冒金星 动他不得 让人无语的是 竟然有的铺子送来的是 四五十岁的老太太 被登记的修士 骂得是狗血淋头啊 重重的在上面寄了一笔 看来不止朱雀的毛都得不到 可能下次还得让他们送人 外带要重罚 老太太没办法 总算是女的呀 就算是老 也得数量够啊 骂过之后 还是把这个婆子给推上了船 金飞瑶已经早早地通过了 毛军的铺子上的船 正坐在了临船一个角落里面 吃着米油松子 看着这些女子 一个个哭丧着脸上船 她这油哉油哉的样子 似乎不是去送死 而是去野油 引来了众人 恼恨的眼神 如果有修士再看都想 扑上去撕烂了她的脸 金飞瑶才不管他们的眼光了 自顾自地继续吃着米油松子 等了一会儿 就见一群阴气逼人的修士 带着一名女子过来 然后她就听到了船下面的修士 提到了音宅两个字 看来啊 这些就是音乐的手下 他们带来那名女子似乎很腼腆 修长的手指从袖口伸出点点 总是在下巴处做害羞状 她不哭不闹 也没有爱声叹气 就是一点的平静 仿佛要去的地方 只是走亲戚罢了 虽然眉目之间看起来有些眼熟 但金飞瑶肯定自己没见过此人 可能和谁长得比较像吧 女子上了船 就静静地坐下 金飞瑶也失去了兴趣 只等着人满开船 九百九个女子挤在了灵船之上 已经人满为患了 灵船之外是禁止 不想被鸟吃的人 想跳船寻死也不行啊 修士并不想得罪朱雀 如果少了人数 会引起朱雀的不满 在天定云的立下 这些女人如同猪狗一般的 被灵船带着 升到了空中 灵船的速度很快 比预保飞行 要快出了几倍 本来要用七日才能飞到顶 现在只用了一天一夜 就到了上面 本来金飞瑶还担心飞七天 这些女子在船上 要吃要拉了怎么办呢 却没想到一天一夜便到了 而且她好奇地问了问 才知道这些女子的喉咙被下了禁止 早在两天前就不能吃喝了 清空的肠胃洗刷干净了 才被送上来 看不出来 这朱雀还很重视 吃屎的洁净的问题 金飞瑶这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自己吃点米油松子 竟然招来了几乎所有人 恶毒的目光啊 原来都是恶出来的 这都不吃不喝三天了 自然是恶的前胸贴后背 又渴又饿不说 边上还坐着一名嘴没有听过的人 自然更让人心烦 不过也容不得他们多恨一下 灵船已经废除了油云凝结 在头顶之上多出了一个浮岛 这个云岛不是白的 而是七彩色的 远远的便可以看到上方一片霞色 众人都看着那块云岛 决定他们命运的朱雀就在上方 有些人忍不住又开始哭起来 可惜眼泪早就枯干 此时只能扯着嘶哑的嗓子 干好了起来 灵船飞到了云岛上方 金飞瑶探头看下去 这个只有五十来亩大的云岛上 长满了如同珊瑚般 闪着瑕疵的枝条 地面上也全是七彩色 显得整个岛上到处是一片的艳丽 非常的夺目 在这些瑕疵的枝条之中 有一块十亩左右的圆形空地 那些枝条被折下堆成了一个巨大的鸟窝 而金飞瑶的目光只落在了鸟窝之中 里面立着一个一人来高的蛋 蛋如同瑕疵的晶石 时暗时亮的在提醒众人 它是一个活生生的蛋 而不是块晶石 真有个蛋呀 不知道好不好吃 金飞瑶扎扎嘴 暗自语道 话音一落 顿时有怨恨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 此时临船上并未有修饰 这只临船是专门用来拉女子的 就因为只来往两处 所以速度比顿宝还快 金飞瑶一路上东张西望 兴致很高的样子 本来就引起了众人的不满 现在他说出来的话 在别人耳中更是格外的讽刺 一名身材高大 平日在家 就是打工婆 骂姑叔的妇人 跳了起来 伸手就想来抓金飞瑶的头发 金飞瑶愣了一下 这什么跟什么呀 自己又干嘛了 疑惑之时 他伸出手指 对着迎面扑来的妇人额头 轻轻的弹了一下 啪的一声响 妇人的头顿时就给爆了 白色和红色的乌乌 飞溅了开来 撒在了不少女子身上 这些女人谁也没见过 这么恐怖的场面 顿时吓得乱作了一团 连带惊叫的外加 晕倒大半 金飞瑶看了看手 难难道 我怎么没想到 可以用手指 把米油松子捏开 用牙之摇 总是会连肉 一起咬成渣子 他杀了人之后 这么冷静 让众人一阵的心悸 尤其是他 若无其事地坐下来 开始试证用两根手指 捏开松子壳 发现这样 能完全取出松子肉后 就专心致志地忙起来 今天他干的事 如果被其他的修士看到 可能连骨头都被骂成了渣子 修士因为修炼的原因 已经和凡人有天壤之别 从心理上 早已不把自己看走人 当有凡人得罪了修士时 一般都会被高高在上的修士 轻描淡写地原谅 这种心态便是 我是高高在上之人 而你是蝼蚁之物 我和你计较 不是显得自己不大度 没有上位者之风格 所以正派修士 很少为难凡人 只有邪修 会去搞凡人麻烦 那也是为了修炼 正派修士 都不会拍死得罪自己的凡人 连魔族也不会 因为不屑出手 但是金飞瑶却不这么认为 他只知道 你实力比我强 我打不过你 你欺负我 是我记不如人 但是你实力 比我差了十万八千里 却要跃起来欺负我 欺负过后 只要哭扰两句 我便要大度地放过你 那我不是 别去死了 不管你什么身份 都要为自己做出的事付出代价 哪有这么美的事啊 什么都等着上位者原谅你 灵船对他这么一闹啊 众人都不敢说话了 想到自己在被吃之前 竟然还会遇到这样的事 连哭都不敢发出声音来 只能默默地掉着眼泪 整个灵船上就只有金飞瑶 捏碎松子的咔嚓声 轰的一声 灵船落在了鸟窝之中 众人呢 便吓得浑身一抖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有一个死了 突然船头出现了很不爽的责问之声 金飞瑶抬头一看 船头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子 长得粉装郁郁着 非常的可爱 身穿一件七彩瑕色的长袍 微皱着眉头 嘟着嘴 看着众人 嘟血吗 味道在什么地方啊 金飞瑶闻了闻 很淡 挡得几乎融在了空气之中 让人不可分辨 见没有人回话呀 他扑通一下跳到了船上 歪着头 看了看船上的富人 突然就伸手 扯下了只膀子 拿到了嘴边就咬了几口 啊 这一幕啊 比富人被抱头还要惊悚 顿时又晕缺了几个人 真是的 脑子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 都只要求送凡人了 还给我把脑袋抱了 他幼稚的声音 气呼呼地说着 已经向众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剩下的女子只恨自己 怎么没有晕过去啊 最少不用见这种可怕的场面 他坐在了船舱上 用小嘴扯着肉 抬头示意道 跑 众人没听明白 拳头愣愣地看着他 而这猪雀又谱了一句 我让你们跑 如果能逃出去 我就不吃你们 留在船上呢 我先吃 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了 感情啊 是吃之前 还想玩一玩 也不想想这七重天 在什么高度 想跑也没地儿跑啊 而且这时众人也是腿软 哪里还跑得动啊 金飞瑶寻思着 自己要不要跑 或者是留在这里看热闹 他的目光盯在了 离船不远的猪雀蛋 干脆啊 趁这个时候 跑去偷蛋吧 只是这么小的公猪雀 也会下蛋 就在他疑惑时 就见殷宅送来的那名女子 翻下了临船 头也不回地 就钻进了周围 两三人高的枝条之中跑了 有他带了头 没晕倒的女子 纷纷地跳船逃跑 就连晕倒的人中 也有几人被雷劈了一般 刷的就跳了起来 麻利地翻身下船跑掉 速度又快 动作还很矫健 一点都没有吓到 就晕倒的脆弱感 金飞妖梅急着跑 看着他们全跑进了枝条之中 便也打算下船 身形才一动 就听到了猪雀 呸地吐出了一块肉 很不满地讲道 果然还是热了菜才行啊 血都下凉了 冷菜不好吃呢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了 晕迷的那二三百人 女子面前 一人一脚就踢了上去 直接把那些晕过去的 女子给踢醒 然后恶声恶气地骂道 滚 我放你们走 自己逃吧 如果有人反应不过来 或是腿软走不了了 他便直接又踢一脚 直接把所有人都给踢醒了 看着还有近半数人动不了 猪雀伸手 就把离他最近的一个人头 给扯了下来 这回啊 不用他再踢了 剩下的人 放用逃下了船 一会儿就没了影子 金飞瑶也混在了人群中下了船 悄悄地摸到了猪雀蛋的后面 忍不住地付肥道 这个猪雀真是个饥饿 还胜瘦 哄人玩的吧 竟然 还嫌人的温度不高 强迫这些女人逃跑 等跑得全身发烫时 这才下口 还真是个会吃的家伙 偷偷地探头看了一眼 猪雀的矮个子在船中看不见呢 只能听到他在咔嚓咔嚓地砍着肉 他不敢把灵力放出来 怕被猪雀发现 先来吃自己 只能把耳朵贴在了猪雀蛋的蛋壳上 想听听里面有什么东西 刚把耳朵贴在了蛋壳上 就见远处的枝条之中出现了一个人影 那个阴宅献上来的女人又跑了回来 见金飞瑶看着他 他抿着嘴笑了笑 然后就悄悄地摸了拐 他笑起来怎么这么眼熟啊 金飞瑶非常疑惑地看着他 跑回来做什么呀 就见这人悄悄地跑到了猪雀蛋边 对金飞瑶做了个虚的动作 然后就开始抽垫在猪雀蛋下面的火红色的猪雀毛 金飞瑶愣了一下 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不由地捏紧了拳头 就想要狠狠地揍过去 就在金飞瑶要动拳头时 那女子抬起手 又把手指放在了嘴边 虚了起来 想到猪雀就在不远处的地方 金飞瑶便蹲下来 贴着他小声地骂道 音乐 你装身弄滚的干什么 骗我装成凡人 差点被人绑到魏鸟 原来啊 这女人竟然是音乐办的 怪不得金飞瑶总感觉有些眼熟啊 但是因为她的眼睛和发色的问题 一直没往这个方面上想 但是刚才她笑眯眯的 财迷万分的去抽猪雀毛 便让金飞瑶明白过来 除了音乐那家伙 谁会财迷到这个地步啊 音乐被识破 也没有不好意思 此时已经抱了一大捆猪雀毛 笑了笑小声地应道 我这不是请你来吃猪雀蛋 这里有猪雀毛 要不要捡点回雀 练法医啊 你男扮女章就是为了来捡猪雀毛 把猪雀惹火了 天定云没了怎么办 金飞瑶瞧着这个家伙啊 为了点毛就冒险装成女人上来 这天定云难道不比猪雀毛珍贵吗 似乎看穿了她的心思 音乐小声地说 天定云离开这里十里 就会融化成普通的云物 根本就不能拿出去卖 我总得给店里弄点货吧 你店里的生意肯定很差 竟然让你这个店主四处寻找货物 金飞瑶美好气地说道 啊不 我的店在这里可是数一数二的 货物齐全 生意也不错 音乐明着嘴笑起来 然后便不再和他说话 继续捡着地上的猪雀毛 这些可是炼制法医的好材料 可不能让音乐占了便宜 于是金飞瑶也使劲捡着地上 一人来尝的猪雀毛 突然 灵船上的声音停了下来 猪雀好似已经啃完了一人 站在了灵船上看了看 直接往外飞了过来 见猪雀走了 金飞瑶从猪雀蛋后探出了头 好奇地说 我们离他这么近 为什么不猪我们 而是去远处打 那当然是我们还没热菜 他爱吃热的 不喜欢吃凉菜 等没吃的时候 才会来找我们 音乐头也没抬 继续捡着地上的鸟毛 捡金飞瑶也在捡鸟毛 他便说道 那蛋真的是猪雀的 金飞瑶有些愣了 看了看他 宫的猪雀怎么会下蛋 这东西不是蛋 里面没有可以吃的东西 果然和我猜的一样 不是蛋的话 就应该是那件东西 音乐想了想 就把黑纱拿了下来 等等 金飞瑶伸手就挡了下来 音乐惊讶地看着他 然后一脸的落寞 我还要靠卖这个蛋 一养家糊口呢 如果没这个 多少亲人就要饿死 算了吧 你在说什么鬼话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金飞瑶才不会相信 他的话呢 说出来让人听不下去 云烟 可以改变烧过的土地 让荒废的土地 变得肥沃起来 音乐淡淡地笑道 眼神却明确地告诉他 这东西他是不会放手的 金飞瑶可不是 看眼神过日子的人 一转手拍着云烟蛋就讲道 我才不管 这蛋是我的 我就要拿走 音乐也没坚持 就和颜悦色地说 你如果拿得走就拿走吧 我不和你撑 如果你取不走 我再拿就应该可以了吧 谁说我取不走 金飞瑶不服气 转身去想把云烟蛋抱起来 但不管他怎么使劲 那个云烟蛋呢 却是纹丝不动 云烟蛋只要出现 就会扎根在地上面 根本就不可能拿得起来 其实天定云能够加快植物生长 和猪雀完全没有关系 是因为有了云烟 而猪雀住在这里 也想用云烟来修炼 云烟蛋只要出现 就会扎根在地面上 根本就不可能拿得起来 其实天定云能加快植物生长 和猪雀完全没有关系 是因为有了云烟 而猪雀住在这里 也想用云烟来修炼 你不是想要御叠猪皮吗 我给你五块 你就不要再折腾云烟了 音乐无奈地摇了摇头 远处不断地传来女人的惨叫声 得赶紧趁猪雀没吃完离开这里 金飞瑶死死地抱着云烟 因为用力过猪雀 脸都涨成了猪肝色了 听到音乐这样说 他气得半死 抱不动就是抱不动 既然拿不走 那我就打烂他 把里面的火弄出来带走 金飞瑶怒从心中起 捏起拳头 就想打碎云烟 手一抬 马上就给音乐拉住了 金飞瑶一抬头 就看到了音乐 恢复真身 撑着伞 拉住了他的手 不知道是不是眼睛哗了一下 他看到了音乐的脸 变得非常可怕 这只是瞬间的事啊 再一眨眼 他的脸又恢复了原样 只是那双眼睛中 透出了无尽的寒意 嘴角依旧带着微笑 但是杀意却不断地徘徊在了四周 金飞瑶相信 只要他把拳头打上去 音乐就会做出任何事 金飞瑶也不敢示弱 一身杀孽之气同样放出来 两人相处两年多来 第一次闹起了别扭 朱雀正在吃热腾腾的女人 顿时发现了这两个人 太肆无忌惮了 突然杀气里人 他扔掉正吃着的人 刷的就飞奔了回来 刚才他就发现 这两人藏在了云烟后面 以为是玩小聪明呢 想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打算放他们活多一些时 最后再去吃这二人 但是现在看来 这并不是凡人呢 而且是两名修为不敌的修士 送上门的美味 让朱雀兴奋了起来 什么凡人的女子 只不过是为了不让自己断心 而让他们送上来的 最好吃的当然是高洁修士 这些才是好吃的东西 猿鹰的味道可是很甜美的 朱雀尖笑着就飞了过来 冲回来 见到云烟边上的两人时 他一下子就听住了 先是疑惑 然后惊喜了起来 哦 你们是来找我联手的吗 他莫名其妙的话 让剑拔弩张的金飞瑶和音乐 同时愣了一下 金飞瑶更是一点面子也不给的讲道 你谁呀 我们是来偷东西的 没兴趣和你先聊 朱雀眉头一皱 怀疑自己看错了 可仔细看了看之后 确定这两人是自己的同类 可为什么他们却一脸的茫然呢 难道是并不知道那件事 音乐 你真想要云烟 鸡脏玉蝶猪皮可不够 金飞瑶没理会猪雀 现在要解决的是音乐 音乐一直微笑着 那你还想什么 只要我有 一定都给你 九阶兽骨 不 化神七妖兽骨 就为了你那件傀儡 金导游啊 我劝你还是买六阶的金刚狼 他的骨头比九阶的那些破瘦骨 要好多了 你少来 九阶的妖兽又不是没有骨头 坚硬的 骨龙的骨头 可比金刚狼坚硬多了 我哪里有那么好的东西啊 你太为难我了 不用装一脸无辜样 我知道你肯定找得到这样东西的 只是舍不得罢了 手才奴 我才没有呢 看到他俩竟没有理会自己 只顾着在讲价 而且抢的还是自己的东西 竹鹊顿时气得大嚷道 动个住嘴 鱼人是我的 你们俩别想拿走 我还是不得罢了 哦 我还是不得罢了 你怎么说 你为什么 你怎么放 我 我 百分之二 你们 这就是 Ma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